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是把这个最后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手柄这个功能 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自己向下介绍新的内容 既然这三个功能都已经具备了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把它整合到一起 进行一下这个功能切换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讲这个功能切换 这个功能切换主要是在手柄模式 鼠标模式和键盘模式 三项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这个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 实际上我是很多 很多看了很多商业手柄 也有这个功能切换的功能 只不过他这个功能切换呢 有的时候切换的没有什么意义 我买的一个 我看来他这个什么有VR模式 有音乐模式 还有什么鼠标模式 然后我感觉那个音乐模式并不是很好使 然后切换来切换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容易出bug 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讲了这个键盘鼠标和手柄模式 那么我们这个功能切换呢 之前这个三个功能模式都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讲这个模式怎么切换了 我们通过按键切换这个功能 那么通过设定功能切换按键来实现功能切换 功能切换的顺序呢 是手柄 手标键盘 依次循环 那么手柄切换到手标模式 手标切换到键盘 键盘再切换就切换回手柄 这是手尾循环 不是说来往复循环 这就必说废话了 然后就上代码吧 今天我们这个不做实际的硬件演示 但是值个大家解决代码 这个代码我是 晚上写的 这个一身人静思路比较清晰 然后希望大家跟上思路 这是本课程的这个精华所在 重点和难点都在这个功能键切换上 大家需要跟上思路 然后上节课我跟大家说过的牛 就是说这个 功能键盘的功能组合键怎么按 那个我也已经写代码写出来了 以防有些同学觉得我在忽悠你们 我让你们做自己不会 好废话少说 出键吧同学们 上代码 先来看这个 相对容易点的这个中断的处理 这个中断呢 我往里边添加了另外几个引脚 原来是7和5 那么这次又添加了6和3 6和3是用来干嘛的呢 6和3是用来作为这个 呃 return 和 enter 键用了 这是键那个手柄模式 就是游戏就是游戏手柄模式这个 return 和 enter 键用了 然后在这两个 阴角又有另外一种功能 就是他们两个一起按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模式就切换一下 切换一次哈 好我们再来看呃 后面这个初始化都是重复的 比如说这个7563 这只是把这个这个中断线换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中断函数 已经被我改的跟上一节课完全不一样了 呃 你看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是我所有的 呃 中断线都是上下沿都触发中断的啊 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我们来看 我们进来中断 如果是那个 7号线按下了之后 我检测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 按下 如果是按下的话呢 那就进行这个操作 如果他是弹起的话 就进行这个操作 所以按下和弹起 他的功能是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按下的时候 7键按下的时候 如果stake mode是1 1是鼠标模式 我们看这儿 太方便了 直接弹出来了 1是鼠标模式 鼠标模式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键是左键 啊 就把这个键码置1 然后如果是2 就是键盘模式呢 那就是shift flag之一 这个后边有个注释说 按键保持按下状态 然后 嗯 Blink LED 就是点亮一个LED 作为这个 呃 指示用 就纯纯是指示的啊 长按shift键的时候 这个灯会亮 这个灯是pb2 啊 真别扭 我喜欢说pb2 pb2又太2了 这个说法 好 就这个角 呃 pb2 这个是这个灯 它会指示shift键按下 然后如果是手柄模式 那么 就是 left flag 就是向左移动 啊 这个键 但实际上我们手柄模式 可以用那个硬件的按键 就是ezk 默认的那个 方向按键 按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因为跟以前的那个演示 设立保持一致 呃 其实手柄模式下 这个地方应该换成这个 ab 键才对 不过这里我也懒得改了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 呃 然后他释放的时候 你看如果是手 手标模式的话 释放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无所谓 不理他 然后如果是键盘模式释放的话 这个地方要 flag 质二 标记这个按键是弹起的 然后把这灯灭了 呃 手柄模式这个键还是无所谓 也不管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按键5 就是pa5 它也是一样的 有按下和弹起这么两个状态 他按下的时候是呃 鼠标模式的时候 它是鼠标的右键 然后键盘模式的时候 它是字母a 记得吧 呃 手柄模式的时候 它是这个呃 左右键的右键 就是方向键的右键 然后当它弹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 所以就不操作 后面这个呃 pa6 这个pa6呢 和呃 pa3 就是 这两个引脚 pa3和pa6 这两个引脚呢 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就是它俩一起按下的时候呢 是切换模式 所以你看这里 按下的时候有个特殊的 如果switch flag switch是变化嘛 开关的意思 呃 如果这个 这个变量原来是0的话 我就把它变成1 那如果它是1的话 就证明 之前已经有一个 这两个键 6和3 其中的一个按键 已经按下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就把这个变量复位 回为0 然后呢 function flag 置为2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 呃 转换了模式了 然后这个stake mode 加加 然后再判断一下 如果stake mode 大约2的话 因为我们只有012 这几种模式 那么就把它置0 就是往复循环嘛 就是 哦 不是 那个首尾循环嘛 然后 返回 就后面操作不执行了 嗯 理解一下这里哈 如果 flag等于0的时候 证明 呃 三键也没按下 六键也没按下 因为三和六的按键 顺序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只能通过这个switch flag 判断 如果switch flag等于1了 那说明 三键已经按下了 对不对 呃 三键按下的时候呢 六键再按下 那肯定就是功能切换了 啊 如果 switch flag等于0 六键按下了 那他置1 置1之后 那没有什么操作 那就返回吧 然后如果 他置1之后 三键又按下了 那么在三键里面又有一样的操作 这是六按下了之后 三再按下 那么也一样了 把这个mode向下循环一位 然后该复位的变量复位 好 我们接着回到六来讲 六刚才没说完 然后这是按下模式 按下只发生 模式变化 就只有可能发生模式变化 就从鼠标变键盘 从键盘变手柄 当他弹起的时候 首先把这个switch flag 制零 因为 这个按键弹起的时候 啊 我们的这个电路功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把这个制零 然后再看这个function flag是不是零 如果function flag是零的话 那么证明这个按键 因为弹起之前一定是按下 证明这个按键按下 弹起之前的按下 并不是作为功能转换键 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按键 那么普通按键的话 就来看 分模式 普通按键都是根据模式的 手标模式的话 手柄模式的话 就是 手标模式这个键是没有用的 键盘模式这个键也是没有用的 那当然这里边 大家可以给他附一个按键定义 然后当这个是手柄模式的时候的时候 这边是enter键 就是这个键的定位是enter键 鼠标和键盘模式这里都没有用 如果function flag等于2的时候 证明这个这次是弹起 证明他在弹起之前 是被当作模式切换键来使用的 那么就把这个function flag变成1 就说明这个键已经释放了 我就把它变成1 已经释放了一个了 然后如果这个function flag等于1的话 我就把这个function flag复位置0 就说明两个按键 两个功能按键都弹起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有点绕 大家要理解一下 然后这个看pa3 pa3跟pa6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都作为这个模式转换键 那我们看这里 也是一样的 他按下的时候要判断 是不是已经有6先按下了 这句 6先按下的话 那就发生模式变化 6没按下的话 那我就标记一下 我按下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弹起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先看看他是不是特殊功能键 不是特殊功能键的话 那就按照正常流程走 正常流程走的话 他是return键 就return flag之1 然后如果他是特殊功能键 那么也是他标记一下 他弹起了 如果6先弹起了 那么3直接把这个面量置零 好 这就是这个比较容易的这个中断的处理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主函数 哎呀主函数里面就比较崩溃了 这个比较长 从头开看吧 这个变量我增加了这些 就是刚才用到的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主循环里边 stake mode等于零的时候 原来是到这 就是走只判断左右键吧 好 现在我们加入了一个 如果enter键的这个flag 置位的话 那就把这个选中键发送 处于这键码是这个 之前课程讲过 ft 开头 0000 然后28 然后再把这个键释放 连着发送就可以 他反应的过来 然后是return键的话 那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return键发过去 好 那么下面这个如果是鼠标模式的话 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对 鼠标模式这个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跟原来的一样 你鼠标的左右键 我们都已经处理完了 嗯 来看键盘模式 这个就比较逗了 呃 这个是说 原来这个 用这种土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呃 组合键 不太好用 所以我改成中段这种方式 还是一样的 这两个键中有一个键按下 那就进入 下一层来判断 下一层判断的话 如果shift flag等于1 这个时候是说明shift键一直在处于按下状态哦 然后同时 key flag按下的话 那我们就发送shift加上这个a 这个键吧 然后再把这个键释放 这里注意 我们发送完了之后 这个shift flag这个变量不要把它复位 因为它是有自己的弹起复位的 弹起之后它会被复位成2 然后key flag可以复位 因为key flag只是按下 弹起是不管的 好 如果你这个地方把它也复位的话 那么你按住shift键 不停的按这个字符a的话 它只能发生一次大写 后面都是小写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如果把这个不复位的话 那么你按住shift 你狂按这个字符a 它全是大写 这是证明shift一直有效 所以这里不要把shift复位 然后如果 只有key flag按下的话 那你就直接发一个消息字母a就可以了 然后shift flag这里随便复位 因为它本身就是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只有shift按下 那也就是说 它按下的时候 这个键是0 所以这种情况不存在 然后又不是这种情况 那么就是 也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它不等于2 它等于1 所以就在这里边 那这里边我们就不管它 不管它 等它释放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状态了 shift flag等于2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发shift键 看到这里没有 只发shift键 然后发完之后 两个变量 复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 我shift键按下的时候 再按一个字符a 它一定是发大写 我公按字符a的时候 一定是发小写 我自己没事按下 shift键玩的时候 它一定是只发shift键 好 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然后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模式切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这有个模式的全球变量 出手画的时候是零 就是手柄模式 然后我们一上来 如果你觉得手柄模式不好用 你可以把它出手画成鼠标 或者键盘都可以 一上来 这个进入这个死循环之后 就判断这个到底是哪个模式 它如果在零里边 它就执行这个循环 然后你中段里边改变它之后 变成一 它就跳到这里边去循环 就执行这个模式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个模式里边跟上一模式 是完全不同的对硬件的操作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硬 模式的切换 同一个硬件对应的不同的软件 好 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整个 我们整个系统的这种设计思路 那么 今天这个软件部分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去实践一下这个软件 看看它这个功能 是不是完备的 好 我们 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继续讲 谢谢大家